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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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你们两个来说 其他的都先放一放 最重要的就是 四个字 心平气和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卓妍老师 卓妍老师 其实女孩你不太懂男孩 男孩也不太懂女孩 你要知道 女孩她去逛夜市 她去逛街 她不是为了买 她是为了逛 但男生呢 男生他往往目的性非常强 那就比如说 我一定是有什么需求了 我去了 买了 买了走 走了就用 而且男生我是觉得 既然你做了很多 你不愿意去做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摆一张臭脸 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单纯地为他付出 那那个时候呢 你就可能收获的是 这个女生对你 另外的一种感官 他觉得你看 我的男朋友 他很愿意陪我 但如果这个事你也做了 你也付出了 但是呢 你一张臭脸 你都做了这个事了 为什么还要得罪他呢 其实你们心里 我觉得都有彼此的对方 只不过你们不太懂对方 你是因为要懂对方 继续在一起 还是因为好我维持我自己 我可以不懂你 我们就此分手 你想明白了这个之后 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 你自己就有答案了 好 谢谢郑老师 谢谢郑老师 来 莎达老师 两个极度自我的人在一起 就是你们两个人 现在这样的状态 在你们刚才 吵架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在强调 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而不是我们 女孩 你只是不喜欢她的鞋吗 我觉得你连她的人都不喜欢 你一直在打造你自己心目当中 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可是她偏偏就不是你心目当中 想要的那个样子 那与其这样跟她争吵 要改变她 你不如找一个你心目中 想要那样的样子的男孩啊 因为谈恋爱在一起 不是说要改变一个人 把另外一个人 变成我自己心中的那个样子 那你是变不了的 更何况她根本不愿意 为了你改变 男孩是什么呢 表面上迎合 内心非常的反抗 但还非要装那一下子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 非常真实的状态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还能坚持一年 是因为初恋吗 还是因为 你们认为 爱情应该是 你们想象当中那个样子 如果真正爱的人 他们在吵架 是会解决问题的 这会让感情更进一步 更升温的 但你们两个人的吵架 只是在发泄情绪 只是在强调 我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你没有听我的话 都在强调自己的利益 那这根本不是爱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要 再继续往下走的话 先解决好好吵架这个问题 现在再继续往下走的 再继续往下走的